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寻找机会 找很多电视台来谈 有没有一些合作机会 来自香港的霍志明 从小深受爸爸影响 热爱足球 来台湾后 他发现 台湾是足球沙漠 曾经投资室内足球场 却因为不安法规 惨赔了300万 经营足球场 或许经营一支足球队 这些都是我梦想 其实这些基本上我全部都已经在台湾做过 能不能延续这很多原因嘛 但是我希望以后还是能一样一样重新再做 霍志明在台湾办第一本 也是唯一一本的足球杂志 同时也为球评专栏写稿 尽管收入微博 却非常开心能逐步实现 从小到大的足球梦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主要是做进出口 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足球是一个梦想 很想做 但是因为那边竞争也很大 光足球杂志都已经五六本了 那我再插一只脚下去不知 把移居台湾的过程写成书 霍志明还协助来台香港人处理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 如果他们来台中有时候可以陪他们去找房子 比如说他们一些经营生意上的一些经验分享 因为毕竟我在这边也经营过不同的生意嘛 也可以分享一些 一举理由人人不同 但霍志明乐于在台湾跟大家分享追梦逐梦的踏实